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国中在唐玄宗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混混几年时间就做到了五品大员 并最终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而说起他的发迹过程人们都立刻会联想到是因为杨贵妃 因为封建社会无处不在的裙带关系 说他的发迹和杨贵妃无关似乎都没有人会相信 可是透过史料的记载我们却发现 事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杨国中并不是杨贵妃的亲哥哥 与杨家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史料中根本没有杨贵妃主动观照过杨国中的任何记载 可以说他的发迹和杨贵妃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杨国中的发迹到底靠的是什么呢 善于用人的唐玄宗究竟为什么会启用杨国中呢 中央民主大学蒙曼傅教授走近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玄宗与杨贵妃第六集 杨国旧的发迹史 唐玄宗天宝四载 有一天玄宗正在跟杨贵妃 还有她的三个姐姐一块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 初仆 这是古代一种博彩类游戏 有点相当于咱们今天说的这骰子 那每一轮赌完呢 旁边有一个满脸堆笑的中年人 就马上把各家输赢的点数还有钱数就都给爆出来了 算的分毫不差 比电脑还零 那么几轮赌博下来之后呢 唐玄宗看了看旁边记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账本子 就笑眯眯的对这个中年人讲啊 真是个好夺之狼 这中年人一听唐玄宗这么说 马上就跪下来了 说呀 还请陛下多多栽培 这个中年人是谁呢 此人姓杨明昭 后来改名叫做杨国忠了 那大家一听杨国忠这名字就知道了 那是唐玄宗朝一个著名的奸相啊 很多人都觉得他其实没什么本事 就是靠着杨贵妃的那个裙带关系 才被唐玄宗重用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唐玄宗在杨昭也就是后来的杨国忠发迹的过程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就来先看一看这杨昭的身世 我们刚才讲了杨昭呢 他是杨贵妃的哥哥 但是啊 他不是亲哥哥 而是从祖兄 就是同一个太爷爷的孙子 关系已经算比较疏远了 他的家乡呢 在蒲州的永乐 按照今天的地理观念来讲 是山西人了 杨昭的父母呢 都不大有名气 他的父亲一辈子当了一个小官 很早就去世了 他的母亲姓张 死得也很早 虽然说父母两个人都没什么名气 但是如果我说出杨昭的舅舅来 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舅舅是谁呢 就是武则天的那个著名的男宠张艺之 大家想想父亲这边杨家人是个个漂亮 要不也不会产生出杨玉桓这样一代大美女 那母系那边呢 张艺之就是一个漂亮小伙子 他的妹妹肯定也不错呀 所以有了这样父母两方面的优秀基因 杨昭长得也是高大白皙 很符合唐朝对于男子的审美标准 他呢不仅高大白皙 从小还比较能说会道 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 一个小伙子要是一表人才又能说会道 再有点教养的话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成为弄朝儿吧 可惜呢 杨昭缺的就是这点教养 因为父母都死得很早 所以他小的时候受教育很不完善 长大了之后呢 就成了一个小混混 就会两件事 第一喝酒 第二赌博 喝酒靠什么呀 喝酒功力建长 靠练 赌博要是想功力建长的话 一是靠算计 二是靠运气 杨昭从小是在赌场子里长大的 算计的功夫没得说 可惜呢 运气一直不佳 玩来玩去 把家底都给陪上去 那亲戚朋友 谁愿意搭理这么一个浪荡子 都不管他 在家乡呢 就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怎么办呢 中国古代人要想发迹 其实呢 最主要就是两条路 文的这边叫考科举 武的呢 那就是去当兵了 杨昭没受过教育啊 胸无点末 考科举肯兵不灵 那他就索性一咬牙一跺脚 当兵去 到哪当兵去了呢 他到四川去当兵去 不过呀 他当这个兵不是一线的战斗员 他到军队里去管屯田工作去 那我们都知道屯田嘛 是要解决军队的良想问题 财政问题 那这样杨昭在赌场子里练就那种算计本领 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 把屯田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那按道理讲工作有成绩 长官总该提拔吧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杨昭这时候就点背 他的那个节度史 四川的贱男节度史 不喜欢他 当杨昭拿着这个业绩 去向长官求官的时候 他这长官不仅没能给他一个官做 还打了他一顿 打了一顿鞭子 两招灰溜溜的走了 当然了 工作业绩毕竟在那摆了 所以虽然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打 后来还是给了他一个官做 什么官呢 新都县位 八平官 那大家可能想了 当了县位 那应该苦尽甘来了吧 也没有 因为咱们中国古代这个官职呢 他不是终身制 任何一个官职都有一定的任期 你这任期如果满了 你既不能升官又不能调动的话 那就怎么样了 那就下台了 或者说那就下岗了 虽然一个下岗的官员 还可以利用自己这个任职资历 再向历部那重新申请任命 但是你在等待期间可就没有工资了 杨昭当时就面临了这样一个情况 他这新都县位只当了一届 然后就下台了 一下台 马上工资没有了 就得靠积蓄生活了 可是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杨昭是一个赌徒嘛 平常有点钱都贡献给赌场了 他哪有什么积蓄呀 再说了就算有积蓄也是坐吃山空啊 很快这日子又混不下去了 又混不下去怎么办呢 回乡吧 连路费都凑不起 那就在四川混吧 他也没有看出什么生物来 怎么办呢 可能有人就说了 那杨玉环的父亲杨玄演 当年不也在四川当官吗 杨昭为什么不去求这个唐叔帮他一把 确实没错 杨玉环的父亲杨玄演 当时真在他在四川当官 可是也不知道他是自身就不富裕啊 还是就不待见这个不成器的唐侄子 反正呢 从现有记录来讲 看不出任何杨玄演 曾经和杨昭有过交往的记录 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求亲不如靠友 亲戚不帮忙 有的时候朋友倒能帮点 哪个朋友帮杨昭了呢 当时四川有一个豪门 名字叫做险于仲通 他来帮忙 险于仲通本身是渝阳人 就是咱们北京周边地区的人 考中了晋师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没有做官 就去四川当御工去了 虽然没当官 但是挺有钱 在当地也算是一方豪杰 这个险于仲通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看中杨昭了 他总觉得这个小伙子有前途 只是目前时运不济罢了 不会一辈子潦倒下去 再说了 险于仲通有的是钱呢 就算资助一点 给杨昭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啊 他就接受杨昭当了他的门客了 每天共吃共喝 那么有了显于仲通的资助呢 当然杨昭也就又在四川住下去了 那就在这段日子里 杨玉环的父亲杨玄衍去世了 虽然说杨玄衍生前跟杨昭没有什么交往 但是既然人死了 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 这个杨昭呢 还是去替他这堂书料理丧事去 那当时杨玉环才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嘛 还不太引人注目 可是杨玉环的三个姐姐 那都是大姑娘了 而且长得一个帅一个的漂亮 杨昭是浪荡子啊 一看这三朵姐妹花 眼睛都直了 每天就借着帮人办丧事的名义 在里头混 那偏偏呢 这个杨玉环的二姐 也就是后来的国国夫人 我们讲过 那也是一个风流浪漫的性能 看着唐哥一表人才 这个二姐呢 也就看中这个杨昭了 别看两个人是唐兄妹关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私通了 那么女孩子 面对心上人总是很痴情的嘛 杨家二姐 看到这个杨昭呢 当时混得很惨 就偷偷的把自己的私房钱给了他 希望他能拿这个钱立个门户 可是杨昭是赌徒出身呢 他一见到钱 心就又痒了 拿着这个钱就直奔赌场子下去了 到那呢 又是输了个一干二净 把人家杨家二姐的私房钱也给输光了 那当然也就没有脸再回去见人家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杨昭脚底抹油 溜了 他跑到哪去了 他后来啊辗转跑到陕西去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他不是当过新都县位吗 后来立步根据他原有的这个任职资格 又让他当了陕西的浮风县位 所以到陕西去了 不过在这个浮风县位的任上啊 杨昭呢 官运仍然不济 也是只干了一届 又下台了 那又下台了怎么办呢 生活又过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呢 杨昭再次想起县余众通了 只有这个朋友是慷慨大方的 随时都可以出手帮忙的 干脆还是回四川投奔他了 就又回到县余众通人身边了 还是给人家当门客 那么这时候呢 杨昭已经四十多岁了 漂泊了半生还在寄人里下 可以说是看不出一点前途来 可是呢 也就在杨昭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啊 天宝四载宫里头穿出细讯来 什么细讯呢 就在这一年 他的小堂妹杨玉环成为杨贵妃了 那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嘛 这个贵妃的亲属也都得跟着沾光 加官进爵 杨昭开始满怀希望 整天就希望啊 能够有一道诏书来 说要提拔他 天天打听消息 今天打听着 确实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啊 都已经到长安了 明天再一打听 杨贵妃亲叔叔的这个两个哥哥也到长安去了 而且当了大官了 可是听来听去啊 就是听不到任何跟他有关系的消息 那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这杨昭呢 他不过是贵妃的从祖兄 关系比较疏远 人家杨贵妃根本就没想起他 杨国中时来运转得到了一个进京的机会 他不如是命圆满完成的任务 而这一次的机遇 也为他日后的升官之路打开了大门 唐玄宗与杨贵妃正在播出 杨国中的前半生是到处漂泊 寄人离下 并没有日后发迹的征兆 唐玄宗与皇虽然当了贵妃 但是因为和杨国中的亲戚关系太远 并没有给他任何好处 就在杨国中山穷水尽苦渡光阴的时候 有人注意到了他这个贵妃唐兄的身份 把他推到了玄宗的身边 杨国中的命运开始时来运转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 当时统领四川的这个贱难节度时 名字叫做张囚坚穷 张囚是一个父姓 张囚坚穷这个人呢 他跟李林甫关系不大好 所以总害怕李林甫算计他 那他就希望能够在宫里找一个靠山 有了靠山 李林甫不就不能轻易害他了 张囚坚穷找谁当靠山呢 他看中杨贵妃了 因为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了 也算是川妹子出身 他是驻守四川的贱难节度时 如果能够利用这个身份搭上关系 他在宫里不就有靠山了吗 可是毕竟杨贵妃走了那么多年了 这个关系怎么才能搭上呢 这时候张囚坚穷 他也想起这个险余众通来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啊 险余众通是当地的一爸 是地方豪杰 谁可能一有事都先想起他来 而且呢 险余众通还正在张囚坚穷手下 当着一个节度之士 是他的下属 那么张囚坚穷就把险余众通给叫来了 跟他讲啊 你到长安去帮我办这件事 没想到呢 险余众通一听 马上给拒绝了 他说您别看我在四川混得开 但是我充其量就是一个地头蛇的水平 我没见过大阵长 您要是让我去办这件事的话 搞不好我会把它办砸 我不能去 但是呢 既然城蒙您看得起我 我也推荐一个人 我手下呀 有一个人姓杨明昭 说起来还是贵妃的亲戚呢 在我这也混了好几年了 我觉得呀 他能说会道是一个人才 你何必不考虑考虑这个人 那张囚坚穷一听就把这个杨昭给请来了 请来说了几句话之后啊 张囚坚穷就发现了 这个杨昭呢 不仅长得高大魁梧 很有那么一个气派 而且呢 确实是口若贤和 是一个人才 就是他了 选中了杨昭之后怎么办呢 当时啊 唐朝节度使都有推荐任命手下官员的权利 所以呢 张囚坚穷就马上向朝廷打报告 任命这个杨昭为建南节度使推官 就是建南节度使手底下一个小文官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呢 毕竟是有了官职了 有了官职之后呢 这张囚坚穷还没事有事都请这个杨昭喝酒 联络感情 等到两个人的感情差不多算是朋友的时候 张囚坚穷这才跟杨昭把这心事说出来 说呀 我想派你到长安去办两件事 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啊 咱们四川的私之品特别有名啊 赎金嘛 我想请你贡献一批私之品到长安去 这是一回事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到长安得到机会的话 还请你替我拜会一下杨贵妃 跟他讲啊 如果说贵妃在四川有什么事需要办 我肯定是竭尽全力 万死不辞 你帮我跟他打上关系 那么你要是 但这两件事当然得到长安 到长安这一路封城呢 很辛苦 我呢 给你准备了一点盘缠 放在皮县了 够你路上一两天花销的 所以你去的时候呢 先到皮县走一下 把这点盘缠拿上 然后你再直奔进士 那杨昭啊 既然接受了这个命令吧 就去了 去了呢 果然先到皮县 就是现在产豆瓣那地方 一到那呢 啊 早有张求兼琼的亲信 在那等着他了 把这所谓的盘缠就拿出来了 拿出来一看 杨昭都看傻了 这哪是够他花用一两天的盘缠呢 这是四川最著名的那些土特产呢 加在一起价值足足超过百万 杨昭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一看这些东西 心滑怒放 浑身都有劲了 马上呢 昼夜兼程的赶路 很快就到了长安了 那到长安之后呢 这个司制品确实是很快就进攻上去了 第一件事办完了 可是第二件事 拜会贵妃 那哪是那么容易就解决的呀 贵妃虽然跟他有点亲戚 但是人家门槛高啊 他不是轻易就能见得着的 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就显出杨昭的办事能力来了 他直线走不了 先走曲线 当时贵妃的三个姐姐不都已经在长安了吗 杨昭啊 就先去拜访这三个堂妹去了 每到一家就把张求坚穷给他的那些所谓盘缠里头 拿出一部分孝敬给这位杨家的姑娘 跟他讲啊 这是张求公派我送来的 每到一处都这样 那么这杨贵妃这三个姐姐当然很高兴了 在进攻的时候呢 就在啊 唐玄宗面前说这个张求坚穷的好话 很快张求坚穷呢 就被提拔到了中央 担任户部尚书 兼玉士大夫 那这杨昭果然是不辱使命啊 把张求坚穷的事情给办好了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杨国中三年的时间就从八品升到了五品 完成了自己官场之路的第一次飞跃 那么杨国中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唐玄宗与杨贵妃正在播出 杨国中果然不如使命 很快就把张求坚穷的事办好了 但是光办好这些事还只是给他人做嫁衣裳 杨国中当然不会满足 事实上他此行的真正成就 是把自己给推销出去了 从此踏上了升迁的快缺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既然到了长安嘛 杨昭他不可能只办张求坚穷的事情 他烧带着也得办一点自己的事情 当年他不是跟人家杨家的二姐私通 把人家私房钱都拐跑了吗 现在手里有钱了 得还人家呀 不仅要还还得加倍还 怎么还呢 这个杨昭啊 把张求坚穷送给他那些礼物之中 拿出来一半都给这个杨家二姐 就是后来的国国夫人给送去 那当时呢 这个杨家的二姐正好心死了 丈夫没有多久 也在寄卧之中 一看杨昭又换出来了 马上又开始跟他重温旧梦 那么这次重温旧梦啊 对于杨昭而言 那可不光是一个情感投诉 那同时也是政治投诉 我们讲过呀 杨家这个二姐最漂亮了 在唐玄宗心目中地位也很高 那他自从跟杨昭思通之后呢 就经常的在玄宗面前忽悠了 说我还有一个堂哥呢 现在也来到长安了 此人呢 最擅长出谱这种游戏 陛下何不叫他进宫来玩两把呢 那我们也讲过呀 唐玄宗天宝年间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就是吃喝玩乐嘛 听说有人会玩 那就叫进宫来玩一玩吧 来了两把之后 唐玄宗发现呢 这杨昭果然玩的不错 一高兴就提拔他当了金吴兵草参军 金吴为了一个小官 还是八平 那从这个官职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 当时杨昭是不是被唐玄宗看好 没有啊 唐玄宗给他的就是一个小官 还是一个贤官 其实也是把他当弄尘看待的 没想这么提拔他 可是啊 谁也没想到 就从这一刻起 就从这个岗位开始 人家杨昭踏上了人生的快车道 怎么叫踏上快车道了呢 天宝四载 杨昭的这个士卒不是刚刚起步吗 到天宝七载的时候 他已经被任命为 吉士忠兼玉士忠诚 这可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飞跃 为什么 因为这吉士忠也好 玉士忠诚也好 都是无品观 属于通贵的行列 而且呢 吉士忠那是门下省的政务官员 负责审核诏令的 很重要 而玉士忠诚呢 那是玉士台的实际长官 那是负责这个司法监察的 也是很重要一个岗位 一般人要是从八品官混起 想要混到五品官 没什么背景的话 还不得二三十年的功夫 就算是一个权贵子弟 有背景 要混上来 也得十五六年 而杨昭呢 混到这么重要的岗位 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那官职提高了还不算 更重要的是 杨昭还兼领了一批史职了 什么叫史职呢 史职呢 我们今天的说法就叫做特派员 那是可以借助皇帝的权力 整合各种资源的这么一种特派员 唐玄宗一朝呢 正是史职蓬勃发展的时代 其中在财政领域里 史职的设立是最为普遍的了 杨昭担任的也正是财政领域的史职 天保七载 杨昭的史职是什么呀 他是专判夺之士 兼领水陆运 及私农出纳钱物等等 一共有十五种 这十五种史职对他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呀 杨昭此时已经掌握全国大半的经济命脉 这在唐朝有史以来可还是第一次 那可能大家就有疑问了 杨昭这样一个小混混 他有何德何能 怎么就能在三年之间平步青云 还掌握这么大权力呢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李林甫这位最受唐玄宗宠信 生前详细荣华赴贵的宰相 为何却在死后被剥夺官时草草下荡 敬请关注唐玄宗与杨贵妃第七集 生死两重天 杨国中仅用三年时间就从一个小混混成为掌管大唐财政命脉的重臣 那么到底是谁承诱了杨国中 传统说法认为这是杨贵妃的力量 而事实上 蒙曼老师认为杨贵妃不是一个有政治心机的人 他只知道轻格漫无 对政治不感兴趣 而且史料之中 没有任何关于杨贵妃和杨国中密切交往的记载 所以 如果说杨国中是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 走上的领导岗位 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到底是谁把杨国中推向了政治前台呢 谁暗中帮助了杨国中央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走进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玄宗与杨贵妃第六集 杨国旧的发迹时 敬请关注 我觉得杨昭能够混起来 关键是三个人提写的结果 哪三个人呢 第一个人就是杨贵妃的二姐 后来的国国夫人 我们不是讲国国夫人和杨昭约梦重温了吗 那当然关心杨昭的进步 怎么关心呢 国国夫人就利用自己能够经常出入宫廷的客权 给杨昭当起情报员来 每次入宫他都把这个玄宗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 探听的清清楚楚告诉杨昭 那杨昭在见皇帝之前就可以有所准备呀 顺情说话顺旨办事 让皇帝高兴 那皇帝都高兴了 身官还能捕坏了 所以说啊 要说这个杨昭呢 是借用贵妃的裙带关系往上升 不大靠谱的话 要是说的杨昭是攀住了这个国国夫人的裙带 这还倒相对靠谱一点 这是第一个帮忙的人 提携杨昭的第二个人是谁呀 第二个人物可是重量级人物 当朝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为什么会提携这个杨昭呢 因为他看中杨昭的打手彩蛋 我们讲李林甫一直在进行排斥异己的工作 特别是跟太子的斗争非常的激烈 那打击太子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啊 总需要有人帮忙啊 谁帮忙呢 李林甫就看中这个杨昭了 为什么看中杨昭了 第一点杨昭是贵妃的哥哥呀 自己又得宠啊 在皇帝面前比较说得上话去 第二点杨昭这个人是赌徒性格 心狠手辣 敢说敢干 不怕事 这也是一个优势 第三点 李林甫当时觉得呀 杨昭没多大本事 就算自己提拔他 终究也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大公仔 用不着防着他 有了这样三个心理呢 李林甫就向杨昭伸出橄榄枝来了 主动示好 那杨昭也是个会巴结的人呢 一看权相对自己招手了 赶紧凑上去吧 天宝五载到六载之间 李林甫针对太子发动的三起大案 杨昭都是积极参与 或者当告密者 或者当审判员 反正把李林甫交代的工作都完成的很是圆满 那工作干好了 李林甫能不提拔他吗 这是第二个提拔他的人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提携 这个杨昭的人是谁啊 那就是唐玄宗本人了 唐玄宗他看上杨昭什么 他其实真正看中的不是杨昭的外戚身份 而是他的理财本事 唐玄宗当时虽然说年纪已经很老了 六七十岁了 但是呢眼光还是很老辣的 很独到 杨昭陪他玩了若干轮 出仆之后他就发现了 这家伙呀 对数字特别的敏感 按照资质通鉴的说法呢 那是计算勾画分诸补 这是一把理财的好手啊 唐玄宗虽然当时对朝政已经不大过问了 但是对财政一直把的很紧 为什么呀 因为不光国家发展需要财政支持 他个人享乐也需要财政支持 就喜欢那些能够脸钱的人 现在呢 不经意之间就发现杨昭具有这样的本事 这个让唐玄宗对他很感兴趣 从此就不拿他当一般外戚看待了 而是希望他能够成长为一个财政大臣 那唐玄宗说杨昭是好夺之狼 那不是白说的呀 那是对他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 就是在唐玄宗的亲切关怀之下 杨昭就真的走上了财政领域了 那么唐玄宗这个安排好不好呢 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的 这就好比让痴迷网络游戏的人去开发游戏软件一样 这属于殷势力道发挥特长 果然没过多久 杨昭呢就真的展现出了这方面的才华 三年之间就成长为举足轻重的财政大臣 那有了统筹全国财政的权利 杨昭也想办一件大事给皇帝看看 他办了一件什么大事呢 就在天保七载杨昭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代课 这个时候他上书皇帝说呢 国者二十七年更于九年十 今天至太平 请在所出至机便清击内赴京师 什么意思呢 杨昭是在讲一参的问题 唐朝建立之后啊 就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一舱 所谓一舱呢 就是这么一个仓库 每年固定往这里交纳粮食 以防备水旱灾害之用 可是到开元天保年间 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 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水旱灾害 所以各地的一舱都装得个盆满钵满 装不下了 粮食沉沉相应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杨昭就出主意啊 说不如把各地一舱这些陈粮食 都拿出去卖掉 换成布博 然后把它输送到长安来 除了提了这么一个建议之外呢 杨昭还讲 现在长安的太仓 粮食也是装不下了 所以不如把今年的兵租地税 这些粮食也不要收购了 也都直接换成布博 放到京市 那么扬 可是中央财政一直不富裕 那如果按杨昭这个办法 把各地这一舱都变成布博 输送到京师来 那么京师 长安 中央 玄宗 这些人 这些部门 手里不就又签化了吗 这当然是唐玄宗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 马上同意了 那么各地呢 也就赶紧卖掉粮食 输送布博到长安来 往这都一输送 坏了 什么问题呢 这个长安城 储藏布博的这个左藏库 承不下了 承不下了赶紧建新仓库吧 扬钊打报告 一建就是好几百钱 唐玄宗一听就没见过这样的事啊 新仓库就建这么多 那有什么东西可放吗 就在天保八载的二月 唐玄宗带着文武百官一块来视察这个仓库 结果一视察不要紧 发现不仅原来左仓库的仓 这个各种仓库都盛满了 就是新建这几百间仓库 也都放满了部 唐玄宗那是见过世面的人 当了四十年皇帝 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繁盛的景象 要知道在唐朝布博和今天概念不一样 唐朝的布博和钱一样 那都是硬通货 有了布博就等于有了钱了 唐玄宗一下子看见这么多钱 这怎么花呀 想到的第一件事赶紧放赏吧 随从去的那些文武百官按照级别 各自都赏赐了大量的宣伯 而且不光是这次放赏 从此之后唐玄宗把金银财宝 看得都如同奋兔一般清建了 再赏赐起皇亲国期来就没有任何节制了 那当然玄宗也知道呀 国家能富裕到这个程度 人家杨昭功不可没 怎么赏功啊 玄宗呢赐给了杨昭一套紫色的官服 一个金鱼带 这是什么衣服啊 这都是三品大员的服装啊 杨昭穿上这身新型头 心里高兴坏了 这意味着三品大员也在向我招手了 终于混出了模样 杨昭呢 不由得回忆起心酸的青少年时代了 那时候自己遭到过多少羞辱清建 现在再也没有人敢清建了 可是有一件事还是他的一块心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舅舅张艺之的那个不光彩经历 这是一个污点呢 怎么办呢 否认张艺之是他舅舅 那不行 天下人都知道 怎么办呢 这都是替舅舅平反昭训 这时候啊 天保九宰的时候 杨昭就上书唐玄宗了 说张艺之张 汤宗兄弟在劝说武则天改立李家子孙方面 有大功 神龙政变之中是被误杀的 要求平反昭训 恢复名义 那唐玄宗当时因为杨昭能复国正宠着他呢 那还管这些尘骨子烂芝麻的事啊 马上下令给二昭兄弟恢复名誉恢复官职 杨昭一下子就把这个绅士给漂白了 把绅士漂白还不算 他还对自己的名字也动刀了 杨昭啊就跟玄宗又打报告 说我这个招字呢 左边是金右边是刀 这不好听 请陛下赐给我一个新名字吧 那唐玄宗赐给他什么名字了 大家都清楚赐给他国中二字了 这其实也就是对他的一个基本评价呀 此人能够复国是个大大的忠臣啊 从此杨国中这个名字啊 就屹立在历史舞台之上 那么杨国中崛起了 那些帮忙过他的人怎么样呢 显于重通当然是高兴了 以后上头有人罩着了 国后夫人也高兴啊 心上人成气候了 唐玄宗也很高兴啊 他觉得自己又发现了一个敛财高手 以后国家也好 他自己也好 不缺钱花了 可是只有一个人 李林甫没那么乐呵了 因为李林甫发现 杨国中的野心在和权力一起膨胀 他好像有点照不住他了 那么李林甫和杨国中之间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对于唐玄宗政局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看下期